無論是早餐 晚餐 又或是宵夜 肚子餓了不少人都會選擇 買個素食漢堡果腹 快速又便利 人潮帶來前潮 就有人笑說 買方 跟著麥當勞就對了 麥當勞會帶人群 那表示那個地方 就會比較繁榮一點了 麥當勞都會開在那種 車站 捷運站附近 就是可以選在人流 比較多的地方 在開店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找尋 一些潛力的區域 那這樣子的一個找尋方式 常常就是我們房市的指標 大安區的人口密度高 那另外一個 它有蠻多的 這種消費的人潮 那另外一個上班的人潮 住宅大概在105萬元左右 麥當勞看轉鬧區 選點有技巧 成為房市另類指標 根據房屋統計 全台六度中 除了桃園區 麥當勞店家數最多 台北市就屬大安區 平均一公里 只有0.6一間店 不過看看新北市 熱鬧的板橋 則有多達10間店 而永和區更是每平方公里 就開1.05家店 密度無人能比 板橋有兩家 有麥當勞應該人潮比較多 那基本上 我覺得房價會比較高 永和的一個接貨比較密集 以及捷運公車 這樣子的交通便利 使得永和一直都是 具備人流跟消費力的區域 而且具有相對親民的房價 近年也吸引了不少民眾移居 在第一房中分析 永和區多以老屋為主 有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 再加上老公寓四字頭還能買到 20年電梯大樓百萬內不是夢 也難怪近年來吸引不少外區民眾湧入 速食店百貨業當然跟進人流抓準商機 三選一張安全流富池 台北報導 速食店百貨業當然有